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小姑 你干嘛呢 我 我在修理线路呢 你还会修线路啊 这不是翠红斌干的活吗 他毕竟是外边人员 拆法爷爷不让他随意进出小组 对了 那个擅自外出的乔章军 我们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 他在哪儿 有人举报他藏在北郊 我们派人去过 没有抓到他 组长知道吗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追捕乔章军 什么时候开始替乔章军说话了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乔章军这个人 他这个人的做事风格 还有他说话的态度 都挺叫我讨厌的 不过 不过最近乔章军做的每一件事 我都觉得没有错 这话呀 你该跟组长说去 他最爱的女人在敌人手上 要是换成我的话 没准我会闹出更大的动静呢 你不会的 在你的心里 组织纪律 比任何人都重要 行了 我跟他商量好了 他既然跟咱们两个有缘分 就跟咱们两个一块去抓特务 我还是觉得我留下吧 我还得照顾巴依呢 带他干吗去啊 这油发金嘴大 咱们两个走以后 他肯定四处乱说咱俩的事 能不待着他吗 我也去 我也去 我去帮你们抓特务 不待着 听话 等我办完事 我和你舅舅就回来看你 老爷 你要是男子汉的话 就得有胆量 就不能害怕上学校 明天上学去 好吧 去 给我找根绳子来 找绳子干吗 喜欢你呗 不会是 捆我吧 你被注射了一种化学毒素 肌量很轻 但是已经留下了后遗症 如果不彻底清楚的话 后果会非常危险 谁派你来的 是教主吗 如果是 你会拒绝我的治疗吗 你还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救你 就这么急着拒绝啊 我不需要教主救我 他已经让我死了一次了 再死一次 也没什么 乔上军也跑出了安保小组 你知道吗 现在外面好多人在找他 这可瞒不了人 他是不会背叛国家 背叛共产党的 这点我比谁都清楚 我相信他 现在怎么办啊 去哪儿找那个礼拜天啊 你跟了礼拜天这么长时间 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我不是让你们的人 关了那么多天吗 鬼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我还关了好多天呢 我怎么能知道 难怪你们安保小组的人 没人愿意跟你搭活 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当初你绑架杨维忠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呀这脑子不太凉太肘 我肘 你还那么求我放你老婆 我求过你吗 求过你 我求过你吗 我不走了 有本你把我宰了 我那不叫求你 我那是啊 看你挺可怜的 我懒得杀你 我这说话没兴见的 我不走了 叫什么叫 不跟你说了吗 到了目的地就把你给放了 我就奇怪了 你怎么自己走到这儿来了 你怎么这么笨呢 不 你们不带着我走到这儿去吗 我 走 真够笨 你 怎么真笨呢 快走 走 十一月二号呢 今天下午 一八六四专列就要到了 你到底是谁 你不需要知道 你不是教主的人 何以见得呀 因为当你说起 一八六四专列和共产党的时候 口气并不像教主他那样 彻骨铭心的痛恨跟厌恶 你能凭我一句话 就断定我的身份 而且当你说到专列的时候 口气很像乔长军 你说乔长军现在会在哪里 你说乔长军现在会在哪里 这个乔长军 他跑到哪儿去了 这个乔长军 他跑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 刚刚接到密地 一八六四专列 暖气管坏了 要在路上停车修理 那我们的计划呢 我已经通知车站了 下午四点安排一趟列车 照常进展 这个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对小组工作人员 也要封策消息吗 一事同仁 这东西还不错啊 幽阀先生 就说你能这么一个玩意儿 到时候抓着特务算你一宫 铁道上现在肯定全是公安 咱们这么过去 肯定先把咱们抓住 乔长军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顾着前面的插到手 就进入满洲里了 我们就在那儿分手 一会儿我把这车给藏下来 你带着幽阀进去满洲的医院 找找所有医院里边 可以聚集的位置 不怀疑啊 那个礼拜天 就应该藏在医院里边了 他应该就是 杀害你爸爸的凶手 那你去干什么呀 我去活着 对了 杨卫中到底给你 判了什么任务啊 他让我一定要保证 让你活着完成任务回来 世界上真有你这样的人啊 你们那边人都对你那样了 你还能不能卖命 我们的人对我挺好的 如果我这次任务你死了的话 那就趁现在 赶紧把未完成的心愿告诉我 只要我不死 一定替你把事情给办了 看 就众你这么会说话 咱俩成朋友 铁路原县驻军 发现了乔张军他们的下落 韩军那边 交没交代新的情况 没有收到任何报告 应该没什么事 要不然 你去看看韩军 你们女人之间 有些话 可能说得更透彻一些 好吧 记住 乔张军正在外国家出生若死 即便我们对韩军有些怀疑 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组长放心 我这就过去 好 是我 今天怎么样 好 我半个小时后到 我半个小时后到 大家不要慌 不要慌 好 门口有车接咱们 好 大家排好队 排好队 大家排好队 好 方护士长 秉人都出来了 你也赶紧回家吧 我还有些东西要收拾 还得进去一趟房 那我陪你去 是 报告 工地间检查完毕 一切正常 好 点封条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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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凌了 凌了 你是谁 别开枪 我是安保小组的 怎么证明 别动 你没见过我吗 我的证件在我身上 我可以拿给你看 拿出来 我是陈法英同志的部下 奉命来保护你的 为什么要冒充教主的人 我怀疑你和教主之间有关系 那医院的人也是你们安排的 不是 我们也在追查他 我怎么相信你 我们和乔商君的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要找到礼拜天 除掉教主 保护专利 我们这么做 是为了你好啊 我跟乔商君说过多少次 你们根本不可能相信他 为什么他不相信我 你听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冷静点 为什么 忍尬 zem li 你 恶 你 收 里面 哼 那个 是 说话 你杀了我吧 我不会杀你 我也不会伤害你 当初我走错无路的时候 你对我不错 这我都记得 凤条是你接的吗 完了 完了 什么完了 我女儿死了 我女儿死了 你女儿没死 您不是去火车站拼命吗 怎么拼到医院里来了 我是不放心你们两个 过来帮把手 漂亮 嘴上说得漂亮 你还是怕死 像趁死的时候谁不害怕 乔长军 门上的封条是你揭开的吗 是我揭开的 这个病房是最佳的狙击位置 所以我来看看 你到底知道啥吗 我女儿被人绑架了 咱们下午就要回医院了 你妈会怎么迎接咱们 我妈一定恨死你了 我妈一定恨死你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别人恨我 队长 开门 好 终于来个当官的 一天前你可以配合乔长军去找李白天 二十四小时之后 却变得这么坚决 你想知道原因吗 再过几个小时 我就可以告诉你 我知道原因 牺牲一个礼拜天 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 这说明 教主还有更狠毒的后照 猜得不错 你受过专门的训练 不看表 就凭生物中 就能推算出时间 你被关在这里有多久了 四十八个小时 四十八个小时不到 今天是十一月四号 现在的时间 应该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 也就是说 一八六次专列 还没有到满洲里 能从太阳的入射角 推断出准确的时间 高手 这间屋子 是我专门训练 手下生物中的教室 外面的灯光 是模仿太阳的照射 但每个四个小时 就会比阳光 多倾斜六度 这就意味着 你每天的生物中 在不知不觉中 减少了两个小时 现在的时间 应该是下午五点多 五点十七分 一八六次专列 已经过了满洲里 顺利到达苏联境内 不可能的 你们的计划 失败了 我想知道 教主埋在我们身边的内奸 你告诉我 我可以按战斧处置 我这一辈子 还出得去吗 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 偏远的劳改农场 在那里 你能见到南天白云 见到太阳 看见活人 还可以干点农活 你要是拒绝的话 你下半辈子 只能待在这间屋子里 你的生物中和本能 会一点点地崩溃 我不会再审问你 你用生命保护的那位内奸 正想方设法地除掉你 你现在不吃不喝 不就是怕他害了你吗 既然这么贪恋生命 为什么还执迷不悟 我说 他怎么样 能醒过来吗 死不了 你为什么这么干 我是为了救你 可是他当时并没有开枪 我在门外看不到 你做反特工作这么多年 难道会不知道 什么情况下不应该开枪 同志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就要开枪 你 你真的相信这个女人吗 我们都知道 教主从来都不会放过福 可她为什么却能活着出来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我想你也会把她当成 教主安排过来的棋子吧 行了 是谁让你到这里来的 是组长 我查了蛮州里所有的安全据点 找到了这里 这件事我会详细地向陈凡英通知回报 他怎么办 送医院吗 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先观察一下再说 等他醒了之后 我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从敌人那儿缴获得招供药水 他承受不了 他会死的 你就不想知道 他究竟在教主那里看到了什么 你就不想亲手抓住教主 为国家立功 你能答应我看一眼真正的太阳 可以 先告诉我一点线索 我们的人早就混进了车站 能从内部靠近专列 这个 我们已经知道了 怎么样 署长 到现在什么都没吃 吃进东西又吐出来了 水都灌不进去 叶芷还是怀疑我的话 他提出来要看太阳 其实就是想验证自己的怀疑 那怎么办 把他带出来 我有办法让他相信我 是 男人 在 把验证带出来 是 我收到这个之后 才知道小林被他绑走了 这是他写给我的纸条 我怕他伤害小林 所以 我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你让院里的人全部转移 就是想救你的女儿吗 给你 吃点东西吗 我不吃 几天没吃了 不知道 在从你的女儿落入迪特手里之后 你就没吃过东西是吧 已经两天一夜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你趴去了 永远见不到你的女儿 必须吃 你就别逼他吃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谁还没心没肺地吃着下饭呢 我们这些可怜人哪 一陷在这事里边就没指望了 你也别想太多 全城现在都被我们控制住了 他们一定会尽快找到你的女儿 万一找不到 他把小林杀了怎么办 我觉得不太可能 他一定会把小林当成人质 他只能通过你 才能进入医院的病房 找到最佳的狙击位置 那 我的女儿就有救了 方副主长 你女儿和班长青 住了这么长时间的对象 你就真的没有发现什么错绽吗 她的益龙术就这么高潮啊 我是对她有怀疑 但等她暴露了以后 她用杀害小林来威胁我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方副主长 你明知道她是狄特 还帮她在医院里边找病房 你也是曾经在部队上工作过的 应该是一个有思想 有觉悟的人 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第一时间向安保小组汇报 她是我唯一的女儿 从小和我相依为命 要是少林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上去 咱们来狄特出现 你现在的时间还不到五点 我们来找遍 和太 没有啊 让我 vista 行 现在的时间还不到五点 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你不要管时间 我带你来不是看太阳 认识吗 要把六四专利 完好无损 现在该相信我的话了吧 先生苦心愁挫 却没能伤得了他一分一毫 我没能完成先生教给我的任务 难道我们真的是气数尽了 共产党从不信什么气数直说 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 想要和几万万中国人作对 别说是教主 就是比他厉害十倍的人 也比较十倍 我不想知道你们的教主在什么地方 我只要知道那个内奸 你不是也一直在担心被他灭口吗 我不怪他 一地而处 我会比他更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那个内奸 就是 那个内奸 快 抢救 走 喂 这专利书站啊 那个所谓的礼拜天 也没落名啊 是啊 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们这么精心布置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发现了吗 站台上的安保部队 布置得很草率 我感觉 这趟专联应该是假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呢 你不觉得 那个护士长说的那些情况 有些奇怪吗 走 方护士长 如果 你的女儿不想让我们知道 她藏在什么地方 那她会去哪儿 她是被特务绑架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女儿和特务之间串通了 赶紧想想 她能藏哪儿啊 不可能 她只是一个孩子 孩子 你女儿不是安保小组的成员 她身上也没藏着什么秘密 特务为什么这么费劲地 要把她给绑架了呢 这问题你想过吗 我怎么会知道 当然 我们也不能肯定你女儿她就是特务是吧 但是 你女儿和特务之间的关系 一定不是绑匪和肉票之间那么简单 如果找到你的女儿 我会尽全力把她给救回来 而且我保证 你们母女两个人都会没事的 好好想想 如果是她自己想躲起来 她会藏在什么地方 她 她 我想想 她 她可能 可能在 她们 她就叫你 她们 她们 也不错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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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错 没不错 她们 都不错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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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自己都顾不上 还有心情在这儿怜香惜玉 怪不得你叫乔商君 他们追得像一只兔子 只会跑 干我们这行 就是在追和逃之间过火 你一个小丫头懂什么 对 对啊 这才像个男人嘛 我问你 要是我妈又不亲你的了 你怎么办 那我就把你手上的胶纸割掉 让你永远上不了舞台 我不怕 我就喜欢那种感觉 虽然一定会很疼 但我就是喜欢 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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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把我 我想要干什么 你不会知道 即便是我死了 你也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 杀死他 我让你杀死他 杀死他 开枪 你给我开枪啊 你快跑 长君 快跑 长君 他们要抓你了 快跑 你根本受不了江副的心血 你…你…你居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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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凤凉 你妈被她打死了 凤凉 你妈妈死了 被她打死了 没锁 你妈 你快出来看我妈啊 你妈 你们真死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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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瞎他 你放心吧 你妈没死 那她为什么不动 她是装死 她跟常常军事一伙的 来对付咱们 她是装死了 凤凉 你不要再上当了 千万不要相信李白天 李白天根本就不是人 她不会爱上任何人的 她现在只是利用你 用完你以后马上就会杀了你 她不会 她不会 李白天 你自己说 民国十七年 你为了完成任务 是不是和一个女人假结婚 然后亲手杀了一个女人 还有民国二一年 你为了完成任务 领养了一个孩子 最后那个孩子也是被你杀死了 方凉 我告诉你 你最后的结果 绝对不会比那个孩子和那个女人好多少 会比他们还惨 没错 我亲眼看见过 你杀死过你的同伙 那也是一女的 你个王八蛋 你还记得宝燕吗 你对得起她吗 以免跟人家山谋喊事 到最后 你要杀人灭口 你就不是一个男人 别信她 宝燕不是我杀的 我不怕你杀我 我不怕死 我只是想知道 你是真心喜欢我的吗 当然 要不然我带着你干什么 看着我说 看着我说 你现在不是说这个的事 不行 我只想知道 跟那些女人不一样 你是真心喜欢我的 说呀 林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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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求求你们 求求我女儿吧 阿湘 你杀联我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她只是个靠谎 她不会对你对你好的 妈 快跑啊 妈妈在这儿 快保护我 警长吗 警长 我求求你们 救救我女儿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快 别走 快来 妈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妈跟乔上军是一伙的 你妈跟乔上军是一伙的 我喜欢你 可是你不能杀我妈 我 本事不惜二人 爱却仍既发展 生命可留余地 让我去期盼 漫目瀟琐的心 也似会腐燃 我贪恋这一丝破烂 我们都就一场圆满 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 的片段 短暂的交汇 取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 像最亮的光 让你寒冷暗淡 本是不羁而然 爱却人气发展 生命可留余地 让我去羁绊 漫目瀟琐的心 也似会腐燃 我贪恋这一丝破烂 我们都就一场圆满 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 的片段 短暂的交汇 取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 像最亮的光 让遗憾 都 很淡 一场圆满 一场圆满